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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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我们的话呢还是给大家呢讲点这个真话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巴菲特报告里 他当中就提到了对于苹果公司的这个态度 对吧 巴菲特对苹果公司的减持 你要明白这个固执 巴菲特原来可对苹果公司不减持的 就是你就知道这个苹果公司这个到了这个拐点会是什么样 而且呢美国的话对于这些公司的上涨 你可以注意这里头也是互联网公司啊 为了支持美国的互联网公司 互联网公司我们还可以看呢 最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新闻 就是说这个TikTok的走向啊 当时呢美国想把TikTok给打压了 把想把TikTok打压 让他买卖要干什么的 那个始作俑者啊 他们就做了一个报道 这个始作俑者呢 他呢先潜伏到了TikTok的竞争的对手一面啊 他潜伏到了那个你有Facebook的Matter的那里头 最后潜伏了以后呢 Matter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公告出来以后 Matter股价大跌 所以你要知道是什么 他对于这个互联网的那个重估啊 他也要回归一个理性 就是你到底有多少会员 你带来了多少利润 你呢那个中国的这个网民数是多少 你该给他估值多少 对吧 你看前边的话呢 美国的妖魔话一说起来 中国的这些的话呢 好像你的数据有问题 你不给我看那个审计的底稿 什么什么什么 好像你就像欺诈似的 但是你想想美国的那个收费了这么多 赚了那么多 你的那个同样的那个单用户的贡献比中国多多了 你这个事是怎么就不说欺诈这些事了 不说其他的事了 其实的话呢 有点脑子的话都会明白 它实际上是什么 你要慢慢就会回归理性 其实当时的话呢 我们一直说 当时中概股啊 真是洗劫了中国的一批润人 对吧 那个润人当时去了呢 到美国他不知道投啥 他投中概股 投资股被洗劫了嘛 那边人没钱了嘛 又得从中国调钱去 中国的钱又紧张了 你看这人叫美国人玩的很漂亮啊 调钱去紧张了 然后呢 调钱呢 也不敢买中概股了 但是现在重估了以后 有的时候这个金融的话呢 美国人挺厉害 他又在抄底啊 你这个怎么样子在价值的来认可 对吧 你像那个TikTok很硬 其实对中概股市就完全不一样 因为的话 TikTok虽然说没有上市 字眼跳动没有上市 但是其他股票上市了 你TikTok很硬的时候 对其他股票是巨大的利好 对吧 而且是什么 对于我们当时前面也评论了 这个你看为什么马斯克的态度啊 特朗普的态度啊 对于特朗普他自己的平台是一个利好 你别看特朗普在当时 在台上要严打TikTok 现在他不是说表示他反对了吗 对吧 而且现在大家觉得 这个特朗普选上的可能性非常大 他选上了以后 会采取什么样的行为呢 实际上我们也分析过 他对TikTok肯定还是会有一些 打压他的正确的事 他要继续做 但是你实际的情况 你TikTok被打了 说这不正确的时候 他那个媒体也有问题啊 他的那个媒体拿着的时候 他自己的那个平台的时候 别人会不会搞他 对吧 他自己拿的平台现在又上市了 又赚了好多钱了 那个感觉已经不一样了 你知道吧 这个利益决定屁股的事 知道吗 所以中国的这个互联网呢 他毕竟来说 他有些地方 他是有陈设的 对吧 我们中国的这个互联网 我们前面也说了 那样是接入到美网上 美国英特尔 美国毕竟他能控制 然后你要说 中国的呢 人家现在要打的是什么 要打的像华为这样的 你完全 美国他控制不了的 对吧 你那个TikTok呢 你没有上市 你美国呢 你说我想要看你底稿 他当然这事 他提不出来了 看你核心数据的 这事他提不出来了 对吧 我也没在你那上市 那当然他就很着急 对吧 所以呢 他的这个公众公司 怎么去算这个价值 所以你要知道 这个中国资产呢 他实际上现在呢 现在迎来一种 全面的重估 因为实际上 他通过中国资产的重估啊 他那资金也是从什么呢 黄金白银 往你这个中国资产的流动 这种重估啊 但是所有的资产 他有一个联动和比值的关系 你看那个黄金呢 所以说黄金 你看中国拿的越来越多 对吧 那个中国资产 你和黄金的比值 是个非常重要的数字 所以你知道吗 他把那个资金呢 在重估中国资产的时候 他的对于黄金呢 是利空的 因为你有些的话呢 你说会拿着黄金呢 变成拿到其他资产 你要知道这个 爱拿黄金的 好多是中国人 对吧 中国的资产 如果没有投资价值的时候 我们也建议他 你拿着金子很保险嘛 拿着金子 虽然说没有什么收益 但是金子给你带来的是什么 安全 你在这个情况下 你要是安全对吧 你现在呢 如果中国经济 看好了一点 那么中国资产 可能有更多的收益 那么你可能就会说 我想在资产上 收益再多几分 它是一个 悄悄板的关系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中国资产的暴涨啊 它对于这个金子的价格呢 它是有负面影响的 所以这个市场反应啊 都是很快的 它不是说 没原因 没理由的 做这样的一个反应 谢谢观看 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再见